因为有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新订阅 也有朋友说 他对手机或者电脑系统不是很熟悉 所以他不知道如何找回旧影片 我再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你进来这个版面就可以了 你按了这个图案 即是我的样子的图案 就会去到这个版面 就是这个刘定坚 坚定物流 就是这个刘定坚肯立批评这个网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 记住有一个叫做播放清单 在上面这个叫做播放清单 你一按这个播放清单 一按 播放清单 好了 他就看到了一个系列 是的 于是乎你去任何系列你一看到 你譬如说是这个 李嘉诚系列 你一按 OK 他就有两个片 你就可以看 你喜欢看李嘉诚系列 你回头 你 你想看 看看先 有一个叫做 这个 废官系列 然后就是 按 講一條片是關於葉志銘的 其實以前已經講過了 但是那個點擊不是那麼高的,我想有些舊片大家也沒有看過 所以我特別今天就 因為我找了葉玉卿的細妹的資料 就可以配合一條新的片 所以希望大家又可以 看回這一次的葉玉卿和葉志銘的資料 如果你想只看葉志銘的影片,可以看葉志銘的影片 這就是葉志銘和葉玉卿的 有關他們的影片 因為我很佩服葉志銘 其實我上次在葉志銘的影片講清楚 如果你有興趣去看的話,你可以再看 這個內容有部份都是跟他重疊的 葉志銘被我認為是一個 原創能力很高的大老闆 他是一個神人 我小時候已經很仰慕這個人 在我仰慕的生意人其實不多 他是其中一個 當然我沒有跟他見過面,也沒有跟他教授 但是我小時候被他影響到很重要 因為你雜誌會說他 說得很神化,很有趣 其中一本叫南北極 我特別欣賞其中一條 有一個故事 有一期的封面叫《細魚吃大魚》 所以我也有留意這個情況 首先說回葉志銘 葉志銘很有傳奇色彩 現在已經不是太多可以找到他的資料 除非找到舊的雜誌 不然很難找到他的資料 他就是葉獄卿的哥哥 他是大哥 葉獄卿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最小的 妹 那些人就形容他是事前財如訓土 我覺得這種人是很有創意精神 他是一個創意精神很強的企業家 我經常說 香港的 地域太小 他這麼厲害的人 其實如果在其他地方 成功一次 他已經天下無敵了 因為所賺的錢很多 但香港可惜很小的地方 你就算成功了 你賺的錢不是很多 所以你有危機過來的時候 你就渡過不了 除非 你就會 玩地產遊戲 葉志銘一直都沒有玩 如果他玩了他就沒有錢去做其他 但當然玩地產 因為地產不是一個 企業 沒有什麼創意 純粹賺到錢 葉志銘不是的 他很有創意 每一個生意都很有創意 所以令到人神問顛倒 他被稱為商界五起五落 真的很誇張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他已經在西貢炒賣 做一些租秀的遊艇 然後就開始做他的 假髮 行銷去美國 六十年代的時候 賺了很多錢 那個年代賺了過百萬 我記得當時 聽過一些資料 他到了假髮的最高峰期的時候 就用很高的價錢把他的假髮廠賣掉 他賺了最多的錢 然後就收手 當然 假髮後面就一直跌下去 所以葉志銘是一個很神奇的人 他看到市場的變化 之後他曾經搞過石油生意 結果全部都輸了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搞到石油生意 70年代突然間在香港有一個牌子出現 就叫做BANG BANG 這個牌子就厲害了 以前 大家要賣牛仔褲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香港 我想大家都會聽過一些 不同牌子 在70年代的牛仔褲 LeWISE當然是最出名的 名牌 但是跟LeWISE拍攝著 有些朋友告訴我 如果是香港牌子 就叫做Apple 即是蘋果那樣的 不是Mackindor's Apple那樣的拍攝 是蘋果牌 牛仔褲 另外還有一些 後來出來 Pretanian 我不知道大家 這個牌子不知道在大陸有沒有 另外還有 還有一個牌子有賣廣告 就叫做Lawman Dadaada Lawman 後來好像回到國內 這些牌子都是 這幾種牌子當然是 充斥在市場上 牛仔褲 那時候年輕 70年代的人開始流行牛仔褲 那些偶像 譚明倫 還有Lam 都開始穿牛仔褲 或者Doodoo 都是穿牛仔褲 那時候 令到所有年輕人都穿牛仔褲 就覺得是代表自己的形象 這個葉智銘用4萬元 去做他的 BANG BANG牛仔褲 起家 他很聰明 他聰明到 走去美國的 大的時裝雜誌 賣他BANG BANG的牌子 香港的人看到 雜誌竟然賣香港的 牛仔褲 牌子 超級名牌 於是就去追這個牌子 一路一路很緊要 而這個 葉智銘 是很厲害宣傳的 當時 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他走去電視台 包了一個節目 半小 如果沒有記憶 就是半小 叫做BANG BANG BANG BANG的聲音 自己的牌子 BANG BANG 就是一個綜合性的年青人節目 引起年青人去看 於是穿BANG BANG牛仔褲 所以BANG BANG的名字就響了 甚至乎在76年搞BANG BANG電影 他說他做電影就是為了宣傳他的牛仔褲 那時候我們北新的志願就是希望 拍到電影 或者做電影的編劇 他竟然就用電影去宣傳他的牛仔褲 突然間令到你傻了 原來我們的層次那麼低 層次在這裏 別人是做牛仔褲 就用來利用電影 去宣傳他 那些電影賣賣都那麼緊要 當然就有陳欣健去參與的跳灰 當時也是一個很賣座的電影 那麼 但是後來就發生 這個BANG BANG賣盤的事件 那就是怎樣呢 就突然間有一切就是 說這個 葉志銘就將他整盤的生意賣給休德根 以及陳重青 那麼 那麼 很驚訝的 因為那時候做得很厲害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 他說他周轉不來的那些東西 賣了給他之後 然後 沒多久 這個南北極就說了一個故事 哇 勁得飛氣就說了一個 就是 葉志銘 金蟬脫殼 細乳吃大乳 我很記得這句對白 為什麼呢 原來 這間BANG BANG是兩個人做的最主要的一個就是葉志銘 另外一個就是他在美國的那個猶太人的拍檔 這個猶太人有了錢之後 可能年輕 傻傻地 去搞政治 一搞政治的話 又買直升機又成的 很誇張的 跟基辛格一起玩玩政治 那麼終於就 把錢堆下去 就洗完 回不了頭 沒有錢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的BANG BANG牛仔虎是由葉志銘在香港那裏 製造的嘛 製造完之後就去美國那裏賣 賣得很好 但是 賣完之後沒有錢回 那怎麼辦呢 你沒有錢回就倒閉了 於是乎在倒閉之前 但是因為有其數 隱活了看不到 他將這件事 隱藏了 然後將 公司賣了給這個 邱德根 於是乎 邱德根就不知道 做糟糕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 那裏錢收不到 但是你 香港 你的數字就要去找 就是那些什麼 製造牛仔虎的數字 因為表面上就 這邊有 有貨 有貨 有數 那邊就有數 葉志銘在這個中間的時候 就賣了整間公司 給邱德根 然後他就金錢脫學 走掉了 不用負債 結果 那一盤數字就賣了給這個 即是 所以就叫金錢脫學 有根就是因為他是 做地產的 這些錢對他來說 不會太過 很大的影響 於是乎 他就倒閉了 這個 過程當中 比我當時來說 就是一個 很震撼 小孩子覺得 這麼厲害 這個人 可以在自己 最艱苦的時期 做到一個 好的決定 轉到新 去到1981年 前後的時候 突然間 大家每天都在東方 頭版 新聞 當時 東方買得最好 那個報紙 每天都有一個 很細格 這麼細格的 廣告 就是叫做北海漁村 北國北海漁村 四人 餐 四人海鮮餐 石斑海鮮餐 88元 搭的士來吃都可以 我很記得這些廣告詞彙 很震撼 為什麼 那個年代 中國人的 餐 我記得 有些人就說 不是 但是 以我記得 要我理解 就是 在拜一年之前 從來都沒有 12人餐以下的任何餐 只有12人餐 晚上 吃一個餐 成圍酒 就是12人餐 沒有了 要麼就 叫小菜 只有兩種選擇 沒有說 中菜沒有說 特定餐給你 結果 是這個 葉志銘想出來 四人餐 為什麼呢 那時候 那時候的 股票很旺 有很多人炒股 那你炒股票的話 真是慘 這個眼鏡經常跌下來 真的 因為我 都說 之前那個 不知道 走走走走 整間屋太大了 找不回 很嚴重 接著呢 就是 這個 就是 有錢的人 那時候 要吃 石斑很難 因為石斑是海魚 但是原來 葉志銘的家族 他就是 養魚 在海裡 魚排的養魚 養石斑 最大的 好像說 他們家族 於是有很多 養出來的石斑 其實肉沒有那麼好吃 但是 你可以在餐廳 吃石斑 不要太誇張 後來 其實才有 我記得 在這個年代 才開始 因為有養魚 才有說有些 魚 穩定地供應 給酒樓 然後你才開始 建立香港的酒樓 有些 魚缸 放一些 海鮮 養著 然後你 不利 吃 等等 是這樣的 以前沒有的 以前 哪有那麼多魚缸 放在那裡 因為你很麻煩 在鹹水 不知道怎麼拿 很多這樣的東西 就 開始慢慢流行 而這個 北海漁村 就是 第一次 就用 主要 竟然是打理 你這個下午的 市場 因為為什麼晚上 基本上都爆了 很多人出來吃飯的 但是 下午就很難 而且你吃這些比較貴 但是因為他88元 你四個人 那時候的士又便宜 即是來回的士都更划算 所以那些人說 你在中環、灣仔、打工 你就88元 去吃 坐的士來吃都划算 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在這個 東方日賣廣告 終於就爆了出來 爆得很厲害 爆到什麼呢 爆到就是 他很快就在尖東 找了一個極大的地方的牆 就開了去第二間的北海漁村 因為梁家樹 就是歡樂今宵的監製 我就經常跟他在一起 我就是他的編劇 是出去外面電影的 所以呢 我就永遠跟他在後面 就兩個人到處去 去打骨 什麼的 那 那麼 而他呢 就是鞭鞭的聲音的導演 後來被葉智銘 拉出去外面 跟他打工 那葉智銘 玩完了鞭鞭鞭之後 他便回到電視台 又拍一下電影 然後他便回到負落今宵 就去了做 而這個葉智銘 其實呢 就跟梁家樹的關係 就非常之熟 然後呢 我們就經常去天天魚港那裡吃飯 很有趣 那場很大的 那時候是很好的 但是 我想 這些人是性格 他管不了 因為你得了之後 有很多人來抄 又搶你的部長 什麼的 那麼 就無法處理 我想他不太擅長 處理生意的 他很擅長在創作 結果就是 很快又是不得 於是在1987年 就把整個 即是北開如川賣了給這個月海投資 他只是拿回65萬元 那麼 1987年賣了盤 那又怎樣呢 有一天 我們有位同事叫做李宇叔 李宇叔就是這個 婦女新資 的監製 那麼 李宇叔有一天 因為他跟葉智銘的好朋友 葉智銘去找他 就拿了一隻 銀色的那麼大的東西 大家日後就知道 叫做LD 就告訴他 我是李宇叔 有沒有辦法幫我找一下 香港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他是什麼 原來呢 葉智銘去日本旅行 其實我們那時候都去日本旅行 因為 八幾年 我八零年都去過的 其實他知道有這些東西 但是沒有那個 他就說 看到那些日本人 在那裡唱歌 就用這隻碟 就像錄影帶一樣 輪出了一些影片 他說 這隻叫做LD Laser disc 香港也能做到 他說我很想做這個生意 那麼 於是 因為TVB 有了所有的 生意脈絡 的關係 問不可以 你一定找到的 香港做什麼廠都找到的 終於就幫他搞定 這隻叫做雷射碟 Laser disc 我不知道他怎麼搞 結果就是葉智銘 就是 開創了人類史上 又另外一次 全新的格局 改變了中國人的人類歷史 其中一件事 就是叫做 卡拉OK 卡拉OK 在香港 在華人的社會 之父 就是 葉智銘 是他將這件事 帶來的 那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 一隻碟是千多元 記過一張 你沒有碟 怎麼去唱 但是 後來才知道 你沒有歌 就不能唱 開始的時候 人家不知道 你賺那麼多錢 那些 寶藝金 那些就給你一些歌 但你後面就不行了 所以開始的時候 給你一些歌的時候 你看到早期是什麼 就是聘請了一些 不同的 母特兒 男生 走來走去 拍攝風景 總之是你畫面給你看一下 有些美女 給你見一下 然後你就唱卡拉OK 就是這樣 後來就全部是 寶藝金 他們自己做花 那麼好賺 洗鬼找你做什麼 那麼寶藝金 成的東西 就是自己 找自己的歌聲 拍 那麼 拍的 很多都是 我們自己的朋友 那些專業的導演 於是 就掀起了 香港的卡拉OK熱潮 當然 大家看到很多香港的卡拉OK 怎麼拿版權 就爭 因為你要有版權才能唱這首歌 到現在就死了 因為為什麼 大陸不用版權 深圳走過去就能唱 日本歌 印度歌 韓國歌 什麼差都有 再加上 現在用電腦去下載 軟件 死定了 所以 葉智銘 就開創了卡拉OK熱潮 後來又被 大的唱片公司 又去排斥了他 然後跟著他做 於是你發覺 有版權才可以 於是你又會聽到 葉智銘 就搞了 叫做 他自己的非圖唱片公司 非圖唱片公司當然 大家日日夜夜 以前在晚上 他也是這樣 還有賣一些廣告 賣一個時間 不斷播歌 不斷播歌 還不紅 所以 梁硬令就是這樣 紅 然後 自己沒有歌 要自己弄 自己捧自己的歌聲 你會發覺 後來他捧了 張志琳 跟許秋怡的 現代愛情故事 登登登登登登 這樣出來 於是 當時的非圖 是做得不錯的 我有些朋友 在非圖裏面 做總監 等等 有些人 還可以的 另外又有 一位藝人 做歌手 曾慶瑜 如果大家 有留意的話 曾慶瑜曾經做過副動金銷 所以他是 我的朋友 我們當時也挺熟 曾慶瑜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 葉智銘的女朋友 他也有載我回家 挺有趣的 這個非圖最重要的後面 就是因為 同了這個葉玉卿 因為那些 監製就很奇怪 覺得你做甚麼 應該是誰 糟糕了 我忘記了我的朋友 唱歌 那個 那個男生 糟糕了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他忘記了他的名字 說到現在 突然忘記了 就是 幫他做音樂 然後就告訴他 可以的葉玉卿 然後就幫他監製 做葉玉卿 就是 也虛不疑那個 李建達 是李建達 糟糕了 今天見到李建達 你忘記了我的名字 李建達 因為我找過他 拍過電影 李建達 幫非圖做音樂 所以就告訴他 可以的 你的妹妹可以的 然後就幫他 搞 葉玉卿 因為一會兒會說葉玉卿 就不是現在的說話 好了 跟著就是 葉智銘 就做這個非圖 到後來 又是 慢慢地做得 因為那個 資金周轉有問題 他又走了去 又試過搞 那個 什麼島 我也忘記了 那個有些人就記得 那個 那個 那個離島的那裡玩的那裡 不是那麼成功 是是是 橋咀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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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假村 數以千萬計的錢 去搞橋咀島 我知道他搞得多厲害 但是我 我就覺得 那個很麻煩的 但是他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 試禁石 後來就走了去 搞這個 潘如 那個 那個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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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什麼城 那個 非圖娛樂城 OK 非圖娛樂夢幻城 是啊 是啊 就是 搞這個 就是 潘如 非圖夢幻 夢幻影城 是啊 是啊 那當然 我上次的影片應該也有 有說的 就是說 就是 後來就 因為其實他沒有那麼多資金 搞不到那麼大 但是其實你在國內這些東西就很厲害 他眼光是有的 但是他就沒有那麼多資金 也沒有那麼多人手去幫他 那麼當然也沒有國內的關係 這個最嚴重 那就是說有兩個農民工 那些人走上去玩 坐一個藤纜 那裡很開心地向上飛 然後你以為我搶 我以為你搶了 你飛去上天 飛去上半空 最後當然是跌來跌死 真是嚇死 那些人真是慘到暈了 那麼 這些東西真是大陸 你碰都不要碰 所有的危險機動遊戲 我認為在國內你都千萬不要玩 都不知見過 聽過 多少 那麼 所有這些東西都盡量不好 那麼跟著就 慢慢那個娛樂性和這個非圖都不能 但是當然最嚴重的就是 有關於他的兒子的事 那麼我上次應該說錯了 有些朋友都更正了我 那麼他的兒子 葉崇仁 就是葉玉興的侄 那麼就是非圖唱片公司的總經理 那麼他是跟 成龍的女朋友 吳以來 就是生了一個農女的那個 就是拍拖的 那麼因為呢 當時吳以來有另外的 男朋友 那麼就搞到呢 所以葉智明的打擊肯定是一個 極度沉重 那麼他終於在2001年 破產 就將 夢幻 即是非圖 潘元夢幻城 就賣了給 這個 航生的四太 有股份的 迎新 遊樂 然後 自己就去做和尚 就結束了他自己 在商界的 謝阿神 現在好像說有些病 又忘記了那些東西 朱爾超的東西 那麼會呀 你搞到 你去做和尚的東西 當然是很麻煩 好了 說完了 葉智明之後 就想提一提 葉玉興 因為葉玉興的 生命都很傳奇 真的很有趣 沒有他哥哥那麼厲害 但是也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他就在 聖母玫瑰書院 讀完書之後 去參加這個亞洲小姐 第一屆的競選 當然第一屆的競選 的冠軍不是他 但是他就獲得 健美小姐 性格小姐 進了亞洲電視 簽約就做了 Artist 他哥哥就是 葉智明 大家知道 但是他 亞洲小姐應該是 貴君 進了圈大就沒什麼 特別的事情 都是做一些 電視劇 但是因為 電視台很弱 亞視的時候 你的知名度 沒什麼人認識 那麼 半年他就跟 張立基又拍拖 但是當然 來來來來去 最後就分手 九一年 做了幾年 覺得自己 沒什麼 發展 沒什麼人 約滿 六年約滿 亞洲電視 就走了 走了之後 就有些八卦雜誌 就說 有興趣 找他 拍一些露點 的封面 哇這些真是厲害的 就有機會爆的嘛 當時因為他都沒有 沒有東西輸了 又沒有東西好做 沒有人認識他 那就算了 就試一試 露點的東西 就在拍這個封面 當然啦 你遮掩的東西 一聲 突然沒有人認識的東西 哇這盒性感照片 厲害了 就令到 全 香港的人都震撼 於是 因為他身材好 然後 立即有三級片 找他拍 連續拍了三套 三級片 情不自禁 我為輕狂 輕本皆人 累積票房 當時來說 是三千萬 創造了三級片 票房的神話 因為 以前沒有 沒有 沒有人 是這麼年輕 會拍三級片 只有他 還有他的樣子 沒有什麼 很邪牌的感覺 所以令到大家 會覺得 挺有趣 挺新鮮 當然 他做完這三套片之後 決定 不再拍三級片 那麼 接著 1992年 因為 有飛途 就開始 因為 公司要捧他 於是 就跟他出 唱片 終於這個歌就肯了 就出了這個 擋不住的風情 一出來就爆爆到飛起 那麼 就很快就已經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主題曲 然後就有主打作品 輕輕我我 令到 樂迷 覺得很精彩 為什麼呢 沒有人試過 一個完全三級片的女星 用 Sexy的模式 去唱這首歌 4月份 第一隻大碟 就是這個 擋不住的風情 就出來 就拿到雙白金 哇 那麼厲害 成為了 飛途的台廚 然後 派台 梅哥白玫瑰 慢慢慢慢 他總之就越來越厲害 後來又加入了無線電視 又參加了什麼 翡翠歌星賀台慶 萬千星輝賀台慶 這些節目 這樣子 慢慢又得到電影圈的認同 覺得這個女生有得做 跟一線的明星一起拍了不少的電影 後來就有 劉振偉也找了拍《玫瑰玫瑰我愛你》 都是很特別的 一個這樣的女生可以擺脫了三級片的明星形象 然後成為喜劇明星 一個另類的明星也很特別 後來《天台的月光》他拍的電影就成為 令他成為第30屆的金牙獎 第15屆香港金像獎 提名最佳女主角 拿不到獎 但是也很厲害的 三級片的明星可以一路走到來 即是輸期之前 慢慢他其實在香港的發展都相當好 但是呢 又曾經憑紅玫瑰白玫瑰的女主角提名 這個第31屆金牙獎的最佳女主角 後來就慢慢減少了演出 就認識了這個美國商人 胡紹明 接著就去 很快就已經結婚了 就推出影圈 這位胡紹明呢 就是 在美國經營這個連鎖超級市場 那時候就說 就是做批發零售的那樣 接著就生了兩個兒子的女兒 那麼 又跟著葉伯興和他的丈夫 在美國有這個銀行經營的牌照 然後又再去開了一些 紐約國際銀行的那些東西 2012年突然他就回到香港 拍一套賀稅片 2013年我去香港恭喜發財 那麼名義上就說探望他媽媽 但是那些人就說 喂 好像聽說你家 不太行 那樣他那時候就說 是的 就是他承認是有些 問題又賣了私人飛機 等等的東西 他的生意是私階市場生意下滑 那樣的東西 開設的旅行社的 又破產的那樣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什麼的 他說他們自己都 夠錢 頂得住的 他說沒有問題的 那樣的東西 但是當時已經顯示到 他們的經濟開始有些問題 到了2020年再過了幾年 7月的時候 突然間傳出 他老公要申請 破產不戶令 就是破產 那麼 葉木卿在訪問裡面就解釋 就說 跟新冠疫情無關 最主要是因為 找錯的貸款公司 人家就引你 用息引你 突然間要你還錢 你沒有錢還 他就納了你的資產 於是就申請破產保護令 那樣的東西 因為 如果你後來做好些生意 就可以成功回到朱爾柱的東西 那麼 胡紹明就是一個 緬甸的華僑 在美國經營的 食品批發 以及超級市場 後來生意越做越大 又搞了銀行 航空 地產 那樣的東西 但是這次證明了 其實 法律太大了 所以他要搞間銀行 希望有些 cash flow 去給他自己 其實 借給他自己 人家全錢 共有的錢 借給他自己 那麽低息 他給他一些利息 後來也有 給法庭申請他破產 說他沒有辦法 還了三棟 物業的按揭 那樣的東西 那麼 他自己就覺得沒什麼 因為他說 那些子女有些基金 搞定 那麽是 面子上面 難受一點 但是 我想過問題就是 因為在美國 很多人都是用 借貸的方式 去做生意 你不跟香港的有錢人 真的是他自己 現金就有很多 借貸只是他 身家的一小部分 甚至乎 他身家有的 未必拿出來 我只是放在基金上 就算你破產也破不了 就照做生意 但是我的錢 就一直 他就在公司 一直拿 這個 浦金 那麼 那麽 他算是一個 非常之傳奇的人 因為 他能夠在娛樂圈 急流勇退 自己有機會就嫁了出去 然後就停了所有的事業 然後去幫他老公發展的事業 那麽也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那麽當然對我來說 就最特別最景仰的就是 葉智銘先生 因為 很難得一個香港人 他可以用創意 你想一下 搞什麽東西 假髮就不算了 但是你想一下 只是這個 北開園村 那個已經很經典 然後 再玩 牛仔褲 Bang Bang 然後這個 北開園村 然後再跟著 搞這個 卡拉OK 都是一個 很創新的感覺 就是很少人的感覺 果然但是 那麽創新的人 就是不太懂得計數 不喜歡計數 錢搞得很混亂 所以後來就整個 非途賣光給英王 最近好像 張敬軒想復活這個非途 想自己 上一年多 搞做老闆 這些不知道 看看他們自己的情況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喜歡的 記得留言 你 可能聽過上次的 又可以給一下意見 又或者 你沒有聽過的 都可以留言 記得給一下意見 多謝 記得 Subscribe 和點贊 多謝 拜拜